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道雍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9日第141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花拳秀腿救经济 今天的封面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名人和高官站在一起 另外中间那里有个十万亿的数字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零 因为我们中文字写十万亿就几个字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数目字来代表的话 哇,很多个零 那这个很多个零到底可不可以救到中国的经济 可不可以抑郁我们香港呢? 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原因呢,外围的消息呢 就差不多出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现在呢,全世界在等着的就是这个我们中国的政策 看这个政策可不可以将我们现在的经济困境呢 就带了出来,然后就解决了它 那到时就一天都光了 那昨天呢,因为做事做得太晚了 那回到家之后呢,想拍片,拍完片我都想一想 哎,不行了,拍完片都十一点多了 没可能做得出来 而且大家都不会看了 所以就延迟到今天呢,才来拿出来做 那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这个频道 在这一集没正式开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分享一些条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 看完这些广告呢,那就更加多谢各位了 我们今天有很多资料的 所以呢,我们赶快点,希望大家多多帮掺啦 我们在对上那一集第1409集的时候 就说明年,其实很快就到了 明年呢,就中美贸易大战即将会打开 那其实这个打呢,就是两败俱伤的 美国应该都不会好多是变的 但你记住啦,如果我痛就你伤 如果想我伤就你死的话呢 算下条数呢,都可能有好处的 不过总之呢,大家就雷斗雷 对世界呢,都不是说特别好的 不过,那美国那边的消息呢 就出了啦,第一个就是这个总统选举 那结果出了来 那无可口非也都无可置疑啦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减息啦 所以呢,我昨天呢,原本有些资料呢 今天都要更生一下的 就是我们这个,美国那边的三大指数啦 无论你看到纳斯特克指数也好 都是继续上升的 那就是说呢,总统选举利好上升 跟着减息利好又再上升 你看这个杜瓊斯,我昨天一度呢 是看到他四万四千点 神经的,那时候说他四万点都已经说他夸张啦 跟着呢,你不要理那么多 总之人家就再爬多四千点 去到四万四千点,就问你死了 那另一方面呢,原本呢,这四只股票呢 在前一天,即不是星期四 不是星期五,星期四晚上就升得很英俊的 不过去到昨天呢,就有点点点点的 但是都没所谓,因为这一阵呢 全部都是属于好成绩的 尤其就是台积电啦 按一下按一下,又去回两个水啦 很开心啊 不过其他的那些呢,就可能会弱鸡了一点 那这个都没办法的 股票市场升升跌跌一定有啦 如果天天都看着这一样东西 而不开心的话呢,那就真是没有意思啦 好了,至于呢 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局呢 一如预期的那样,就减息呢 就四分之一利 那这个四分之一利减了之后呢 那对大家有没有好处呢?有 听说呢,我们香港呢 呃,现在来看减息的话呢 就可以令到公楼那些呢 就每个月都可以省回几个水 几个水就是不是很多 不过如果说,啊,给你去 呃,深圳玩一天 都应该还够的,或者出来喝茶都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起码有得减息 减低这个利息的支出 始终都是减少负担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么联邦储备局呢 现在呢,减息呢 减到下去大概4.5-4.75 这个区间啦 那么这个联邦储备局呢 也都表示了 他说近期呢 看到经济的活动呢 继续扩张 而且是稳定的 所以就没什么问题了 而且这个劳动市场呢 就是这个劳工市场呢 也都渐渐呢 就是这个舒缓了压力 那就是说失业率呢 没什么怎么样大致上的上升的话呢 那他们就更加放心了 好了,另一方面呢 通胀呢 也是继续朝着这个2%的进发 那么如果朝着这个2%的进发的话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下次再减息咯 那么如果12月呢 还有一次减息机会 不过这一次机会大不大呢 我就不知道 因为12月呢 就是传统的消费的情况来的嘛 那么这个消费情况呢 可能如果今年来呢 美股升得这么好 应该很多美国人都赢钱 或者一个身家涨了 所以呢 使钱会不会又夸张了 又不是会不会又多了呢 这样的话 联邦储备局呢 就要再看紧一点了 但是我们香港这边呢 好心急啊 哇,回锋啦,带头啦 是不是呢 直接就立刻下调这个 港元的最优位利率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做了之后呢 就令到公楼那边呢 就可以舒服一点了 那么未来日子里面 如果我们再把钱放在银行那里收息的话呢 都应该会少一点 不过少一点不要紧 如果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外围的形势 或者看不清楚 香港股票的形势的话呢 那真是少做少错呢 我觉得是正常的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呢 哇,到底这些招式 使得出来之后有没有用呢 我们11月份呢 到目前为止 现在的表现如何呢 昨天啦 星期五啦 那么那个恒生指数呢 哎,原本升得挺好的 不过呢 升一升下就开始不行了 那么又跌下来 应验中的朋友说过一句说话 就是吃多少就摸多少 那么虽然呢 就没有order到 但是呢 如果11月份呢 到目前为止 去到第二个星期 现在来看的话呢 其实都是有得升的 那么整个星期呢 就是第二个星期呢 升到221点 那么连上第一个星期呢 升到189点 咦? 那好像挺好看的 是吧 都有成400点 但是大家呢 千万不要开心得太早 因为呢 好戏在后头呢 慢慢就有些东西呢 给你们享受一下 那你就知道啦 星期五呢 大家都很观望这个 呃 在深圳那里开会的情况啦 因为深圳开会呢 就好像是 呃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星土大会啦 会不会是怪责大会啦 还是大家呢 就是坐下呢 就是架心地去谈话啦 不知道的啊 不过呢 现在文章 报章写出来的那些呢 就说到呢 是挺和谐的 好了 那这一次在深圳举办的 香港的工商界的人士呢 就全部都要出席的啦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那这个夏宝龙主持啦 那又联同我们香港的高官 包括了我们的特首李家超啦 呃 和这个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 才爷阿波波啦 那跟着呢 那些大有钱佬呢 就是这个 李扎佳出现啦 郭炳啦 吴天海啦 然后新世界的马兆祥啦 和这个瑞安的罗康瑞啦 呃 何超瓶啦 恒地的李家杰啦 南风的梁錦松啦 东亚银行的李文斌啦 那这些大妈傻呢 全部都要出席的啦 那出席呢 那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大家可以brainstorming 看看会不会对这个国家 对香港好些啦 不过 不知道什么情况 外面说的都是比较和谐的 好了 但是呢 我想说个结果给大家听先 那昨天呢 星期五呢 这些会议就其实已经完结了啦 那市场气氛如何呢 那收市就跌了225点啦 接着期指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最新消息呢 大家要镇定一下 不要太过担心啊 就是下个星期一呢 如无以外呢 一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期指呢 一开始就应该会跌463点 不过不要紧 我们还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 再周转一下 可能会带来好消息 到时可能没有跌那么多呢 但是也同样有个机会 可能会跌得更加深的哦 那这个期指跌了463点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这个市场对今次开会的成果呢 就不是那么有信心咯 好了那这7500是怎样的呢 那如果是跌463点的话呢 理论上就是恒生指数大概跌了2.2%左右 那如果跌2.2%的话呢 理论上这个7500就可以升4.4%左右 那我大概算过最精准呢 就应该可以升4.46% 如果是的话呢 股价就由现在星期五的收市 3.474呢 就升到去大概3.63左右 不过呢 离开我这个3.78呢 足足还有很远的 不过 如果 星期一突然间 是急跌 急跌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机会插穿了这个2万点的话呢 那这个7500呢 理论上呢 就理想必达 应该可以去到3.78了 不过不要紧 我现在呢 都是吓鬼的 要去到星期一呢 真的开始的时候呢 才知道到时是什么情况的 可能到时真的没那么牙烟呢 所以大家放心放心 继续星期六日呢 继续出去消费 不要太过担心啊 刚才呢 就说了这个期子呢 就有点反应了 好了 那现在呢 就来到主题了 就是说昨天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因为呢 这一张照片呢 在今天的封面里面 大家看到了 拍完照片之后 大家排排彩呢 开始交心了 那交心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夏宝龙阿宝宝呢 就开始呢 就要先带领大家呢 就说回一些的 我又不觉得是客套说话 也都可以说是圣旨了 那他有几样东西说的 那这个阿宝宝他这么说的 他说呢 想促进呢 这个工商界以港为家啦 以港轻业啦 就是说靠着香港现在本身的实力呢 就可以轻旺那个事业啦 亦都呢 希望呢 积极去探索新的产业 和新业态 那新的产业又是什么呢 新业态又是什么呢 那就不知道啊 比较虚空一点啊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要培育这个经济的增长的新功能 那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是容易的 但是这些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是不是也应该有实际一点的说呢 不过内地呢 说话一向都是这样的方式的啦 好了 据所知呢 就这些出席的香港的有钱人啦 那他们每个呢都坐在这儿的时候呢 都已经向有关方面呢 就提交了一些计划书给大家看 就是说啊 我打算要讲些什么 不过呢 在这个参与者里面呢 有人透露啊 其实呢 每个的计划书呢 都不是照着稿来读的 那大部分人呢 也都能够呢 是畅所欲言的去表达心声 那就是呢 要说给阿保保 喂 我们现在香港有多困难啊 甚至说出他自己呢 分享他自己呢 怎样看到某些行业呢 是有些机遇啊 也都有一些呢 是表达个人的期望啊 那样 所以呢 所以有些人呢 可能说话呢 就可能会超时的 那超时都没有被人阻止 就是阿保保呢 都说 你继续说 你继续说 总之你说得出来呢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呢 这次的表达会议呢 可以被人形容为一个高层次啦 正面的交流会 那我不知道算不算正面啦 不过呢 报章呢 就这样写出来的 那另一方面呢 也都有消息说呢 就是这个阿保龙呢 也是再一次在会上呢 是再次释放这个国家的讯息 这个国家的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呢 是会扩大这个开放的 中央也是支持香港的 这样说 所以呢 香港应该要发挥它 独特的优势 和信号 啊 令到呢 就是进一步呢 是发挥香港的功能和优势啦 不过呢 也都提及过呢 呃 但是呢 没有提及过呢 具体的 呃 可以抑倒香港的政策 嘿嘿 这样 一向都是这样的啦 讲点不讲点 是不是 那我们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 发挥这个独特的优势呢 呃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香港的优势 在呃 回归之后 都好像荡然无寸的啦 我自己的感觉而已 所以呢 要发挥优势就很难的啦 八倒不如这样讲啦 就是香港你不要再搞它 等它优养生息 可能香港底子好 那么给多一段长一点的时间 它优养生息一下呢 很可能呢 香港还可以呢 就夹起身 啊 那这样就更好 是不是 那么这个保保呢 他说对这个参与者呢 在这个会议上面呢 就提出了六大希望 那么其实我之前已经讲了几个了 所以由第一至第三点我就不讲 但是呢 有六个点的嘛 第四点开始讲起 第四点呢 就是他说要坚守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啦 要增进民生福利 这些多作这些贡献啦 那就是什么意思呀 喂 赚到钱 要帮一下 首先可以的喔 不只是赚钱 出一下粮 那就叫做 付了这个社会责任的啦 你要做得多些的喔 那就是好像是共同富裕咯 听下去就 是不是 另外第五点就是说坚定要爱国互港啦 那么 面向海外呢 要讲好香港的故事 嘿 如果有好的故事 我们都想讲 是谁不想讲好香港的故事啊 我们在这里吃在这里吃的嘛 当然想在这里好啦 那么要维护好香港的国际形象 那么国际形象呢 不是我们是否维护的 是你给不给我们维护 和你做得好的话 我们香港就有面了 因为我们香港都没得说的 你说要我们香港怎么做 我们香港就要怎么做 那么我们香港的形象维护得好不好 就是完全呢 就是靠内地那边的指示而已 那边指示清晰的话 我们香港的形象不可以突出 不过突出不代表好啊 只不过就是告诉他们 阿爷叫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咯 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主动去接这个国家的 就是要对接这个国家的战略啦 要推动香港啦 更好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那么国家的发展大局呢 就是向这个一带一路进发嘛 那么这个进发的路程 够不够顺畅呢 我也不知道啦 但是如果是融入中国国家的大局的话 我也是那句啦 如果中国的国家大局 带领得好的话 那么我们香港就有前途 对不对 但是如果带领得不好的话呢 那么我们香港融入了这个国家的大局的话呢 就回不了出来的了 就是好像进了黑洞那样 到时呢 可不可以贡献国家呢 就不知道 更加就不知道 可不可以推动香港更好的发展啦 这个呢 就是他的希望 我也都说出我自己的心声 其实当中国呢 很发达的时候 就是大概十年前啦 那么我们香港呢 在他们眼中呢 其实都是一个小鱼港来的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的 那么现在呢 就知道呢 哎 有危机感啦 那么叫了些有钱人出来呢 就希望呢 镇住香港 然后靠香港呢 就发围 就是那句咯 如果我们香港都是被人绑手绑脚的话呢 就很难做到大事的 那倒不如呢 看这个人大呢 这个通过这个法案呢 呀 十万亿哦 到底行不行呢 可不可以化解 化解了这个危机呢 那么这个人大通过了这个 哎呀水蛇春那么长的名字 我就不读了 不过呢 这个财政部的部长呢 这个叫做南忽安 我叫他做忽忽 那么他呢 就有个新解释了 因为今次呢 他说十万亿呢 不是一个小数目来的嘛 他说呢 这一次呢 新意外呢 连同这个地方政府的 专项的债务呢 整体呢 就化债的资源呢 达到十万亿的 好了 那这十万亿怎么用呢 那分开做两大部分的 第一部分呢 就是拿四万亿出来呢 就是地方政府的专项的债来的 那么 由2024年起 就是其实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们2024年呢 就差不多要结束的了嘛 那么由2024年起呢 已经在做了 连续五年 那么在这个 这个四万亿呢 就是连续五年呢 是摊分呢 是做在这个地方的政府专项的债券上面 就是每年大概安排是八千亿左右 那么 专门用在这个化债的地方上面的 那么你说 中国的地方这么大 那么多地方政府 那么拿八千亿出来一年 那么五年之后呢 八五中四十就四万亿啦 那么够不够呢 这个力度你们自己计一计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啦 另外还有一个六万亿呢 那又怎么样呢 六万亿呢就是这个 批出来的新的债务的上限啦 那么希望呢 专门呢处理一些地方的化债方面啦 也都是分开三年这样的批出 那么就是每年两万亿啦 好了中国的GDP有多少啊 好像接近一百四十万亿元人民币嘛 那么现在呢就每年就两万亿 那么加上就六万亿 那么够不够呢 自己也都去计一计啦 那么这个阿忽忽呢也都表示啦 他说上述这两项的措施呢 加上呢呢政府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两万亿加上去 哇他说加上之后呢就很大笔了 那么为什么他大笔呢 他说其实呢 在这个二零二八年之前呢 地方呢是需要消化了的隐性的债务呢 总额呢就是十四万三千亿 那么这十四万三千亿 如果用了这十万亿之后呢 就只剩下四万三千亿咯 那四万三千亿之后呢 如果再有两万亿的额外的摆下去的话呢 其实可以大幅呢 将这个十四万三千亿的隐性债务呢 就减到下去 只剩下两万三千亿 哇 这个picture是不是很好看呢 对不对 那么他说这样呢 就可以化解了呢 这个债的压力的啦 这样说 他说呢 目前来说呢 很多地方的债务呢 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 那你知道就好啦 另一样东西就是什么 利息负担都很重 当然啦 他借的钱不是说几厘的 可能是说很厉害的 所以呢 不单止存在爆雷的风险 也都会消耗地方的财力 那这样东西肯定的了 现在很多地方都说 可能出粮都有问题 那这样东西都是网上传的 那我们不要太过认真 但是呢 要这样解决的话 他都知道呢 这个利息负担很重呢 是很糟糕的 所以呢 所以他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不断地去做这些事情呢 才能够解决的 好啦 那其实呢 他说十万亿算不算多呢 听得好像很多 但是你要听清楚一件事情 这个 这个南忽安呢 也都表示了 他说中国政府呢 全口径 就是所有的债务呢 总额加上 应该是八十五万亿 你当欠人家八十五元咯 那你现在拿十元出来 那这十元呢 还要分几年来还 喂 那大佬八十五万亿都有 都是利息要支出的嘛 那这个支出的话 不是说笑的哦 所以呢 他说呢 这个八十五万亿里面呢 国债占了三十万亿 政府的债务呢 占了四十万亿以上 还有隐性债务 刚才所说的十四万三千亿 所以呢 他说 其实政府的负债比率呢 不高的 和西方国家比的话呢 就是和G20国家比的话呢 我们中国的政府债务呢 只是67.5% 但是G20那些国家平均来说 都有成118%的 所以 所以中国来说 现在看来呢 债务方面呢 算是安全哦 不知大家又怎样看呢 这位蓝生呢 他还有东西说的 他说呢 其实呢 今次呢 中国呢 还有五大方向呢 去实施这个叫做 更进取的财政政策的 那你听一下这个 一二三四五到底是什么来的啊 他说第一 就是要积极呢 利用可以提升的赤字空间 第二呢 就要扩大这个 专案的债券发行的规模 那第三呢 就是继续呢 发行超长期的 特别国债啦 第四呢 就是要加强支持的大规模的设备更生啦 还有第五呢 还有第五呢 就是这个中央呢 是对地方呢 转移这个支付的规模 那这个我说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不过呢 他说要加强呢 对这个科技创新 那就是和第四点呢 是差无几的 好了 在我的领略之下呢 这四 这五点到底说些什么呢 第一点 就是政府再花多点钱啦 那财赤不是一个问题 那他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那就多花点没问题啦 第二点 就是发多点债咯 那第三点呢 是继续再发多点债 不过是攤长点来还 因为是长期特别的国债来的嘛 那第四点呢 就是应该叫做强迫消费和投资啦 那强迫消费呢 就是希望呢 那些市民呢 就去换一些 舊的电器啦 那强迫投资呢 就是希望那些公司呢 就尽量去投资多些在不同的设备 或者开多些分店啊 等等的东西 那当然当然要有些补贴给他啦 就好像中国的电动车行业那样的嘛 那第五呢 看上去呢 就说要保障民生的福利 那就是说呢 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他的乐迫是最少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希望民生可以做好些 但是怎么做得好啊 是不是呢 现在找食艰难嘛 所以呢这五点呢 如果用一些简单点来说 就是以发债居多啦 那发多些债去盖债的话 债盖债你说行不行呢 那刚才这个男生自己说了 有85万亿的债务啊 总共加盖 所以呢以上这些政策呢 那是要在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 就是假设呢 没有新的经济问题再出现 就是说现在这个旧的问题呢 就是这么多啦 不会再有新的问题出现啦 所以呢 就集中力量呢 是去解决 如果再有新的问题出现的话呢 这10万亿呢 未必解决得到的啊 所以呢 就好像学周星辞说的 就是那个化骨面掌那样呢 是不是呢 想化解这个经济危机呢 那大哥 如果这10万亿呢 没有事理由自可 如果有起事上来的话呢 真是化痰都不行啊 不要说真的化解 化解这个经济危机啊 所以呢 我也是那句啦 星期一呢 就大家等着看好戏啦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讲股就应该跌四百几点来等的啦 那么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看一下内地那边先啦 因为内地都有深症和上症的嘛 那么要看这两个市场呢 在星期一呢 是给什么反应出来 到底这10万亿的化解这个地方债的这个措施呢 可不可以令到中国呢 好一些 那么现在 都是那句啦 不要去估 最重要是大家坐定定呢 看一场好戏 那就最好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各位